所以的話我們就延伸這個區 這個我想自己做一下 路階道可能你如果做得出來你就做 做不出來的話 等一下我會說一下 你們可以試試看喔 問一下ChallGP看看 OK 那有兩個方向 第一個是產生公式 有沒有哪個公式 可以完成取得這個 廈門階放在這裡的動作 萬寧階直接放在這裡的動作 OK 那我剛好分析了一下 它的邏輯喔 基本上就是要先知道 你要的資料的前面這個字 欸為什麼 這個概念有點像是那個什麼 瓜糊有沒有 瓜糊的概念 因為如果你類似 你位置知道的話 那你就可以把中間的資料取出來 所以以這個概念來說的話 它至少可能會用到的函數 哪一個 Find函數有沒有 欸對會需要 Mid函數也會需要 所以Find跟Mid這個是兩個必要的 那只是說Find 可是問題它Find前面是就刮糊比較簡單 刮糊只會有一個 可是這裡會有三個 可能是0 也可能是裡 也可能是區 欸那所以如果假設三個條件 我要讓它同時去找的話 那我要怎麼做 這個是最難的 不過這個難度真的是比前面兩個 真的難上非常非常多 你們可以試試看 如果不行 我們待會再看怎麼做 好那接下來我把剛剛的這個 樞紐分析表這個 也許這個名稱叫 叫例年切到折線圖好了 我把這個改一下 不然這個名稱叫工作表1 怪怪的 叫例年切到 我畫個折線圖好了 如果我把折線圖畫在這邊好了 OK 這個名稱叫這個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完成之後 OK 所以剛剛的動作不太像 這個拉應該蠻簡單的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有沒有列標籤 右邊這邊有個箭頭 把這個打勾 原來是有的 把打勾取消 所以我把102 103 跟113 這幾個因為資料不完整 所以我不要讓它顯示 按確定 這樣就OK了 好那接下來你說老師 那如果我想要把這個表格 畫成一個圖的話 因為現在比較 大家應該比較喜歡看到圖 我看到數字感覺就是 看起來其實不怎麼友善 畫圖那怎麼畫圖 其實有兩個方法啦 一個方法就是直接什麼 插入這邊不是一堆圖 那其中的話就是有一個折線圖 你可以用這個折線圖 也可以啦 那我個人比較習慣 因為這個是樞紐分析表 所以對應的旁邊的 可能就用樞紐分析圖吧 那這個的話呢 其實它是在上面不是有 樞紐分析表工具 這邊有個叫分析有沒有 那你切到這邊的話 這邊就有樞紐分析圖 有沒有這邊也可以啦 其實跟各位講喔 兩個其實結果都一樣 都是畫圖 那我個人比較習慣用這一個啦 所以我這邊用這一個方法 記得喔樞紐分析表工具 分析這邊的樞紐分析圖 好OK 那前提記得喔 你樞紐分析先把它放在這個表格上方 它這邊才會出現喔 你說老師為什麼我這邊看不到 因為你樞紐分析沒放過去嘛 大概就是這樣喔 它的邏輯其實還蠻好理解的 樞紐分析表工具才會出現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找到分析裡面的樞紐分析圖 那它會問你說 我如果要幫你畫圖喔 那你要畫哪一種圖呢 你會畫這邊一堆圖啦 不過其實比較常用的 不外乎就是這幾個啦 折線圖有沒有 圓形圖 或者是橫條 或者是直條 這個蠻長的 其他的話還有一堆其他的啦 OK 這些其實我想你們如果用到的話 也可以不妨試試看喔 那我們用一個比較簡單的折線圖好了 OK 我們不要用太複雜 折線圖OK 那折線圖裡面的話你會發現喔 它還有分類有沒有 有的是一條線 可是你說老師一條線看不太出來說 到底哪一年啊 因為它上面下面好像要搭在一起 有時候視覺這樣由上網 如果假設你斜斜的看會看歪的 所以有的時候我個人比較喜歡 用所謂的這個 含有資料標記的折線圖 它跟前面這個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它有一個節點有沒有一個節點 這樣我覺得看起來比較舒服 比較清楚 按確定就可以了 好 接下來的話呢 一個圖就畫出來 再來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你想放的位置 然後並且怎麼樣 可以把它拉寬好了 或者怎麼樣 反正就大概這樣 最後的話呢 把大概會改幾個地方 第一個就是把這個 它的名稱改成這個圖 這個圖叫什麼 我只要把這個Ctrl C好了 直接把這個貼過來之後 這邊 合氣就改成什麼 例年切到折線圖 OK 這樣看起來好像有點比較接近的 一般習慣會把這個圖的顏色改一下 比如說它的標題換成紅色的啦 然後字的話把它改成18好了 大一點點 然後加個初體字好了 大概改一下 這個不改沒關係啦 不過改完我覺得會比較OK一點點 那最後的話呢 還會改哪一些地方 這個合氣好像有很多餘耶 這個根本不需要 所以這邊的話 如果你要把這個叫做圖例 假設你要把它去掉的話 有幾個方法 第一個就點它按Delete 這個比較直覺 第二個的話 你可以在旁邊有個加號 有沒有 加號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在設定 你要做哪些動作 比如在這邊有一些叫圖表項目的 這個加號 其中這個東西叫做圖例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把圖例關閉的話 很簡單嘛 把它怎麼樣 打勾取消就OK了 所以喔 這邊如果你要把它取消 圖例打勾取消掉 它就不見了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列年切到折線圖就畫出來了 那其實應該還蠻容易理解的吧 有沒有 104年大概快700 一直往下滑 滑到110年的時候 已經是最低點了 大概是200 對 202有沒有 已經很低了 但是為什麼後來好像又往上攀升呢 這個就不太能夠理解了 因為這個時候市長好像還沒換人 市長好像去年才換人 有沒有 所以市長為什麼這個切斷案件又反彈呢 還是因為它準備要選舉了 對喔 所以可能心沒有 不是我就不猜了 反正這個 所以有的時候 這個大概從數字裡面可以看出來認真程度 有時候它的成績單嘛 對 那你說老師那是不是只有切到 跟各位講 其實住宅切到以外 還有別的 所以如果你有其他的興趣 你可以往下捲動 這個開放資料底下 它有其他的 包含像汽車 有沒有 包含機車 自行車 還有好像想 還有什麼其他的啦 我看好像它這個裡面 有蠻多類似的資料 所以如果想要全盤的去分析 到底治安變好變不好的話 其實這是有蠻多東西可以做 而且我覺得這些東西真的是用 算是用數字可以說服人 因為這個絕對客觀的 我也沒有做假 而且我們也沒有任何的 這個什麼 黨派的那個傾向 我只是就實際上的數字來說話 我覺得這應該比較容易說服別人 我不是很主觀的 OK 所以之前有同學說 老師你是不是哪一黨的 沒有 完全沒有 我們上課不要再講黨 這個我沒有任何的立場 我只是希望說透過ECL做一個 比較客觀的分析 請各位試試看 把剛剛的這個立能切到之間畫出來 然後一樣的方法 試試看區跟路接到 那我希望畫出來的結果 就類似像我這邊 這個畫出來OK嗎 畫出類似像這樣 把那個比例算出來 我們不是說只有數量 可能比例也可以算出來 你可以知道說哪一區的切到按鍵最高 OK 然後其他的話路接到的前十名 我們把它畫成直條圖好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